大家好,我是Dan 去年10月,造谣有关XO成员 产年私生活的网友被移送检方了 5月17号,SM娱乐对媒体表示 公司已经对在网上散播有关 产年虚假事实的网友们提告 警方也断定被告人 以起诉建议将案件移送给了检方 目前检方正在调查此案 有关具体的处罚将在调查结束后出炉 SM接着表示 不只是产年,公司会对持续侵害艺人的权利 散播虚假事实,人格侮辱等非法行为 进行法律对应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现在惨,谁要相信 一开始在道歉文不就默认自己都承认了吗 移送检方又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 本来就会花很多时间 现在新闻都这么报了 应该就要等到结果出来吧 如果不是事实 一开始为什么没有解释呢 那也很奇怪啊 反正那个时期就算解释了你也不会相信 还说这么多废话干嘛 你就是希望残人做了那些事情不是吗 现在确定移送检方了你还不相信 确许相信那些谣言 不觉得好笑吗 这个不是在说那个前女友 而是提告了之后出现了很多酸民造谣的内容吧 现在被实吹是虚假谣言了 酸民们又想再分享说 不是提告前女友 所以谣言都是事实 唉 说真相也能以名誉毁损提告啊 为什么说残人很冤枉呢 就像这位网友说的一样 在韩国 就算是你在网上散布的内容是事实 但是这个事实有毁损到一个人的名誉的话 也就是违法 不过在这种情况 警方会使用擦弃热性命运毁损 而不是像残人这次一样的 散播虚假事实 移送检方 总结一下就是 只是以新闻来看的话 目前还不能确定被移送检方的人到底是谁 但是非常明确的一点是 去年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很多关于残人的谣言当中 有很多应该都不是事实 所以 关于造谣残人私生活的算命被移送检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韩国第一青春怕我女团 姚家亲骨 决定不再续约了 4月18号 Source Music发出声明表示 与姚家亲骨的合约将于5月22号到期 公司与成员们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讨论 最终决定各自在各自的路上发展 真心的感谢长时间与公司一路走下来的姚家亲骨 以及一直以来爱惜姚家亲骨的粉丝们 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成员们新的发展 公司也会一直姻缘成员们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啊 这么突然 不是 连最后一次的回归或者是粉丝见面会都没有 也太突然了吧 哇 Source Music不是靠小女友成长的吗 太过分了吧 不是粉丝的人都觉得很荒唐 怎么能这样处理 啊 这么红的团体为什么要 是合约结束还是解散 不能一起到别的公司吗 不是解散所以是可以到别的公司继续以团体活动吧 我还想要看女友们 说实话 今天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象过 所以真的是让我吓了一跳 也很伤心 之后关于姚家亲骨成员们的后续 我一定会同步更新给大家的 对于姚家亲骨全员不续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